第37题,请在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37题 某研究台队采集台湾各处的温泉水样本化验 并依其成分或酸碱性加以分类 依温泉水主要成分物质,氯离子,碳酸氢根离子,硫酸根离子 可分类为氯化源泉,碳酸氢源泉,硫酸源泉 温泉水依据酸碱性的不同 又可分类为酸性、中性及碱性温泉 含有碳酸氢根离子的温泉 因其含有钠、酶、钙、钾、离子的不同 可形成中性或弱碱性的温泉 硫酸源泉多层酸性与pH值在4至5之间的酸语相比 其氢离子的浓度可多出酸语约1000倍 直接使用此种温泉需特别注意是否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 3C提示问将温泉分类为氯化源泉 碳酸源泉、硫酸源泉、硫酸源泉 主要是依据温泉水中的何种性质 我们看到迅速当中依据温泉水的成分物质 氯离子、碳酸氢根离子 还有所谓的硫酸根离子 那么可以分类为氯化源泉、碳酸氢源泉、硫酸源泉 我们发现它有成分物质的氯离子 碳酸氢根离子、硫酸根离子都是负离子 所以它是根据我们的负离子的成分把它分解成 氯化源泉、碳酸氢源泉及硫酸源泉 因此第37题问我们说 主要是依据温泉水中的何种性质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负离子的种类